黄袍修士啊 这脸上还没来得及露出喜色呢 激到白影木然的一阵怪笑 身形就在蓝霞中自行的溃散 这黄袍修士见此暗叫不好 急忙周身灵光一现呢 就要飞顿而走 但是眼前忽然白起一闪 几条若有若无的人影 从其中啊一扑而出 竟是这黄袍修士的护体灵光如同无物 直接洞穿之后 没入他身体不见踪影了 这黄袍修士啊 尚未反应过来 就感到体内猿鹰木然的一紧 身体一热 似乎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这就是他在世间最后的感觉 下一刻就两眼一黑 人事不知了 若是有其他人在附近呢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黄袍修士的面孔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干扁下去 转眼间呢 就化作了一具骷髅式的干尸 而干尸中的原因 则是直接被附体的白影吞噬了干净 然后四道白影这才心满意足地 从干尸中飞出 化为四个骷髅头 将残尸也凶残地分尸了 这个时候啊 另一只白影才慢悠悠地飞至赶来 五道白影并肩站在了一起 这时候下方的庄园中 拼斗的声音已经停止了 并有一名黑袍老者飞顿上来 恭敬地束手而立 参见大长老 何家修士七十二口已经全部灭杀 海上有嫡系凡人三百余口 请长老定夺 全都杀了 是 神秘修士冷冷地说道 黑袍老者攻身应事 就要飞顿而下 且慢 何长老早先来信说 杀害本门四长老 并抢走一杆阴罗藩的修士 可能也在南疆了 此件事情已了 下面所有的人手 全面追查此人的下落 我会在南疆坐镇一年 若有此人踪迹 我会立刻出手除掉他的 本宗镇宗之宝 怎可落入外人之手 是 实质立即吩咐下去 这黑袍老者神色一领 先弓声应道 然后化为一道乌光 飞落下去 能击杀持有阴罗藩的四十地 和逃出天兰圣殿的追杀 这可比何家的废物强多了 应该是个有意思的对手吧 神秘的修士 等到黑袍老者离开之后 喃喃自语了一句 似乎对韩丽很感兴趣的样子 大半个月后 阴阳窟的底部 韩丽身处一处巨大的风穴之中 两手掐绝 十余口金色的飞剑 围绕身体上下 盘旋不定 将四周扑来的无数飞蛾 全都绞成碎片 纷纷地化为丝丝的黑气 这些个飞蛾啊 全都是数寸大小 浑身乌黑 两翅一扇之下 顿时一道道细小的锋刃 向韩丽击射而来 但全都被飞剑所化的金光 轻易地挡下了 眼见这些飞蛾前仆后继 仿佛无穷无尽的样子 韩丽脸色一沉 有些不耐起来 他忽然单手一抓 腰间的零售袋 将它寄到半空中 顿时啊 朵朵金花从袋中蜂拥而出 向四面八方迎去 正是韩丽的弑金虫群 这黑鹅和弑金虫方一接触 顿时纷纷从空中跌落下来 一下就处在了下风 韩丽见此啊 把这大半飞剑一收 抬腿就往洞穴的深处走去了 既然这里是风雪所在 自然周围黑风狂进一场 即使韩丽的神识再强大 也只能探查到数丈远的地方而已 不过摆脱了飞蛾的纠缠之后 他倒也不惧此事 大概是走到风雪中间的位置后 韩丽瞳孔蓝芒呼闪 顿时目光直接洞穿了四周的黑风 将附近都看得清清楚楚 结果他双目一扫之后 不禁轻移一声 方向一改朝某处走去 只走出了二十余帐 韩丽又一抬手 一块白色的月光石 被青色灵气包裹着飞到了空中 顿时附近树杖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在乳白色的荧光中 一块头颅大小的乌黑的晶石 镶嵌在对面的石壁里 只露出一半的样子 而让人惊讶的是 这晶石幽暗光芒闪动之下 竟从中不停地涌现出 一只只黑色的飞蛾 疯狂地攻击着 韩丽的那块惹眼的月光石 但是自然全被试金重寻 半途就拦截了下来 一时间 众多飞蛾在半空中 纷纷跌落而下 但又掉到地上 化为了乌游 韩丽 难难地嘀咕了一句 已经是第三块了 不过这一块 竟能自行借助阴气 幻化出阴明鹅来 倒是有些古怪 不过呀 就在韩丽仔细端详时 对面黑精放出万道的黑芒 接着扑的一声响 黑芒中一只数尺大的巨鹅 木然地浮现出来 此鹅一现身出来 立刻一对血红的眼珠 狠狠地盯着韩丽 韩丽阵眉梢一条 手指飞快地一弹 一声霹雳响后 一道金湖 击射而出 瞬间把这巨鹅 击成了粉碎 即使这巨型的阴明鹅 有什么古怪神通 但在专刻鬼物的 辟邪神雷之下呀 根本是无法抵挡分好的 随后他不再犹豫地 虚空向金石一抓 一只清光闪闪的大手 凭空在身前浮现 砰的一声后 金石竟被大手 活生生地抓出了石壁 在金石起初的瞬间 四周猛烈异常的阴风 一下小了大半 而那些正和士金虫 撕咬的黑鹅 也黑光一闪后 化作了黑气 融入风中 无间的踪影 韩丽对此种事情 视若无睹 前边两块金石 虽然远没有这块大 但同样 是在风学之地发现的 一起出后 也会出现此种情形 这种情形 一开始让韩丽 嘖嘖撑其一番 但现在啊 却也不再注意了 说起来 自从上次 他找到父姓老者 重新加持了一下 紫幽神光后 就和白妖仪 分开行动了 没有此女在一旁跟着 韩丽自然可以放开手脚 施展众多的手段 近日来啊 因为渐渐深入洞窟的中心处 他在探索中 开始频繁遇到高阶鬼物 但是在飞剑和辟邪神雷之下 纷纷被灭杀得一干二净 甚至连提魂兽 都没有用上一次过 论起探索的速度 那韩丽几乎是其余人的 背叙以上 别人探完一条分支通道的时候 他早已经探完两条了 不过呢 阴阳窟这般大的名声 以前却含有高阶修士来探寻 却也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如此深入之深 除了一些普通矿石和几件修饰破损的法器法宝 根本没有任何收获 倒是 韩丽前些日子追杀着一名逃走的鬼物 无意中闯入了一处不大的风穴之中 发现了一块黑色的晶石之后 才对这些原本不愿一探的风穴 起了兴趣 要知道 这种阴风猛烈之地 阴之马是绝无法生存在其中的 而且进入风穴 无论加持的紫幽神光 还是自身法力的消耗 都会立刻加剧 自然没有人自讨苦头的深入其中了 韩丽自持有辟邪神雷护体 外有万年灵业恢复法力 对此倒根本没有顾忌 反倒是对这些晶石大感兴趣 每每深入其中探查一番 这些黑晶韩丽从未见过 在以前看过的典籍中 也从未提到过 虽然猛一看酷似黑水钻 但两者却截然不同 黑晶石远没有黑水钻坚硬无比 里面蕴含的也不是魔器 而似乎是阴学常年累月下 凝结出的一种古怪的风属性的晶石 但又蕴含着大量的阴气 但是这种黑晶呢 并非常见之物 韩丽探索了数十处风学后 到现在才只见到三块而已 而前面两块呢 都是拳头大小 也没有幻化鬼物的功效 远非眼前的晶石可比啊 韩丽双目微眯地 打亮了这块 不再有任何反应的晶石半赏之后呢 终于抬手将树道尽致贴在其上 这才将黑晶装进了一个硕大的浴盒里 收进了锄袋中 然后他就搜寻了这巨型风学一遍 那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呢 就退出了此地回到了通道中 向前再走了数百丈 在探寻了另外一个小洞窟之后 这通道就变得越来越窄 最后啊 前方终于出现了一堵 被寒冰封住的石壁 韩丽叹了口气 但还是几步向前 抬手一道青芒刺去 扑斥一声 青芒足足伸入石壁仗许之身 然后一闪就消失了 韩丽并没有罢休 单手往石壁上一放 同时将神石往石壁中一扫而去 片刻之后 确认石壁是石心的 并没有机关和禁止之后 韩丽不再迟疑地马上转身 朝来路腾空飞起 来路已经扫荡过一遍 顿速自然加快了数倍 虽然还不知道这阴阳窟到底有多大 但根据出现的各种鬼物来看 他们几个人应该已经接近了洞窟的核心所在了 可是到现在仍没有人发现那些阴枝马的踪迹 这让韩丽有些不耐烦起来 匆匆炼制好三艳扇 并冒险下入此地 他可不想空手而回的 原因中期突破后期的艰难 韩丽虽然没有尝试过 但是也可想而知 想一想 能进阶中期的修士 哪一个不是天宗之才 可是能再成功突破下一层的 整个天南才只有三个人 大禁元英后期修士虽然多一些 但相对如此众多的修仙宗门和修仙 修士来说 仍是万无一失的 所以韩丽即使还有巅缝陪员弓 作为突破瓶颈的手段 那对自己以后 能否真正突破到元英后期 仍然是没有丝毫的把握 现在既然出现了这种 可以凝炼元英的裴英丹 韩丽自然是绝对不肯放过的 若是这次真没在阴阳窟中 找到阴之马 那说不得 他就得设法从父亲老者身上 将那裴英丹的方 弄到手了 虽然希望渺茫 只要有这配方在手 他自会设法在其他地方呢 寻找这个阴之马 天下间阴气汇集之地 不可能只有这阴阳窟 这一个地方 韩丽一边飞顿着 心里头一边这么自己思量 突然间他神色一动 宁神向前望去 只见对面光芒闪动 一道绿光迎面飞来 韩丽来不及多想 袖袍一抖 一片青霞飞出 一下把绿光包裹其中 并随手拉了下来 绿光在霞光中光芒一脸 竟是一口绿汪汪的小剑 还插着一枚红色的玉剑 韩丽闭了闭嘴唇 抬手把玉剑从剑上取下 再随手呢 把这飞剑抛到空中 绿色的小剑一阵清明 一个盘旋之后 没入来路的黑风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则对此视若无睹 反而低头呢 将神识沉浸在玉剑之中 片刻之后 韩丽脸上露出笑容 把神识从玉剑中抽出来 找到阴枝马踪迹了 这还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接着一番手掌 一个淡白色的阵盘出现在手里 单手一点阵盘 顿时清光一闪之后 此物变得如同镜面般的光滑 而上面呢 却隐隐有四个颜色各异的光点 在闪动着 韩丽略意扫了这些光电的位置 立刻把这阵盘一收 顿速迅速加倍地积涉而出 半日之后 韩丽就赶到了一个 四通八达的交叉路口处 在那里 元姓大汉 副姓老者两个人呢 正面对着东面的一处通道 盘膝坐在那儿 那颗紫幽珠 则在老者头顶 悬浮不动 韩丽一在紫光中落下顿光 轻吐一口气问道 任道友 你发现那东西了 不错 那阴枝马就在这条通道里 只是此物狡猾异常 我一个人没法抓住 只好暂时堵死这里的出口 等待诸位道友了 元姓大汉 黑黑一笑 脸上引现几分兴奋 韩丽微笑顶头 这就好 只要有这灵雾的下落 我们抓住它 是迟早的问题 复姓老者 同样是一脸喜色 长石妹和白岛友 离得较远一些 我们还要多等一会儿 人都到齐的话 我们的把握也大一些 嗯 韩丽听到这儿 当其心中一松 就自己坐下了 在等了数个时辰之后 黑衣的美妇和白瑶仪 先后赶到 听到确切消息后啊 同样是欣喜异常 当其几个人没有丝毫耽搁 先在路口布置下 数个简易的法阵 就一同飞进了 东面的通道里 但是几个人谁都不知道 就在他们刚飞远不久 在这路口处地面下 突然一片幽光闪动 接着三具干尸啊 乌黑地浮现出来 这些个干尸 个个是胸腔空空 皮包骨头 但双目闪动着冰寒的绿光 毫无感情地 盯着韩丽等人消失的方向 几个人沿着东面的通道 一个个的洞穴搜寻过去 为了防止意外 通常是三个人 进入洞穴中探索 而其他人则守住通道 防止那阴之马 趁机逃之夭夭 没有多久啊 这几个人 来到了原姓大汉 发现阴之马之处 那那是一处不大的小型洞穴 这一次黑衣美妇和白瑶仪 守在外边 韩丽和老者等人呢 走进去查看了一番 几个人一走进去 就发现了洞穴中的异处 那不但里边阴风极弱 甚至还有些暖洋洋的感觉 结果他们除了发现一些 软绵绵的沙土外 还发现了几块少见的暖浴 圆框堆在洞穴的一角 而此处空中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既有些像药香 又有些像檀香 仿佛是两者混合之物 而目光往下一扫啊 还能在地面上看清楚一些 杂乱的马蹄般的足印 但是缩小了数倍的模样 围着这些足印转了两圈 再嗅了嗅空中的香气 这父姓老者两手一搓 哈哈哈哈 没错 这的确是阴之马不假呀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